商圈嘉年華 台北秋夏聚情啟動 一年一度的台北商圈嘉年華 汇集了台北各個特色商圈 每年吸引數萬名以上遊客參與 今年第九屆商圈嘉年華 9月14號到16號在遠山花博公園舉辦 逝逢中秋節 特色店家開發許多新款中秋選物等民眾來挖掘 現場集結75家攤商 讓大家享受商圈的美食 生活 商圈遊程 其實台北市的一個商業的發展 都是有賴於我們大家共同的努力 那在這裡呢 也跟大家報告 我們今年上半年 整體的營收 1到6月 是去年成長了8% 當然這個數字都是全國第一 這都不用再講 那我們逐年的成長 都是有賴於各位的努力上這個成績 那今年我們商圈嘉年華 陳如剛剛所說的 從當時的聯合會提出這個想法 我們用什麼方式讓我們商圈就辦很多活動 透過補助 透過我們特別的案子 每年有大型小型的活動之外 那有沒有一個共同的一個場合 把我們的商圈讓台北市的市民 或者是外省的民眾 一次就可以逛逐 一次就可以滿足 那也讓我們商圈的代表理事長們 可以在這次場合裡面把我們商圈的營造出來 所以這將近八年 今年是第九屆 也長持了一個累積下來 也到了很多的一個經驗 所以未來也成如大家所提到的 我以後 我們以後就在中秋團圓的時候 讓大家來感受到我們商圈的特色 商圈的特色在哪裡 有很多的優惠 那我想這個場景可以拉回到 今天這個禮拜的 禮拜六 日 一 這三天 要來到我們花國公園 一開始看到的 就是我們小售長看到的 一個六十公分 那種我們的玩大富翁的一個場景 但是到現場 會是一個六公尺乘六公尺 大型的商圈的 台北市商圈的一個大富翁 那會把我們的整個商圈的圖騰在那邊都看得到 那這一個好玩的一個場景 那結合我們中秋 後面我們剛剛提到的 這個大型的一個月亮 也是我們這邊一個好玩的一個場景 可以讓它去做拍照 那在各個商圈的店家裡面呢 我們也推出了有十六項 跟中秋有關 在現場可以看到的 我們商圈的特色的商品 預告台北有一個很好的活動 即將展開 就是在我們中秋佳節前夕 九月十四到十六 有三天 三天佳年華 在我們的這個 圓山那邊的這個花博 圓山附近的花博 所以大家呢 可以到台北市來走走 尤其呢 今年中秋雖然沒有廉價 但是只要請一天假 大概你就可以好好的在台灣呢 台北來玩透透 那台北是一個重要的商業大城 也是觀光旅遊的重鎮 根據統計啊 凡是到台灣的遊客 超過百分之八十一定會到台北市 未來台北市住宿停留 那我想我們商圈呢 就是提供給所有的觀光客 包括從這個國內東南部上來的 國外來的 大家重新或者是說第一次 或者是深刻的體驗台北的美好 這樣一個很重要的商圈 所以我們呢 這九年來啊 把從各個商圈辦活動 都集合起來打頭鎮 辦一個各商圈聯合的嘉年華 非常非常的這個好 那已經持續了九年 這九年跨過兩個市長 一個是柯文哲市長 一個是蔣萬市長 剛剛我進來的時候說 我們現在需要一些正面的 清新的活動信息 不然大家每天看到台北市 都覺得有一點這個傷腦筋 所以我們也希望各位媒體朋友 幫我們廣為宣傳 我們每天看的新聞 如果覺得頭昏眼花的話 不妨出來走走 參加我們這個商圈嘉年華 他是打頭鎮的 九月份商圈嘉年華舉行之後 各商圈接力棒 都會持續的下去 舉辦很多商圈的活動 在八年前 大概八年前 在商業處 也就在我們 台北市商圈聯合會的 這個敦促之下 產生了台北商圈嘉年華 那時候叫台北生活季 這八年來真的非常感謝商業處 非常感謝台北市政府 從那年是柯市長時代 到現在蔣灣時代 一直一直的支持這個活動 這個活動呢 也是我們商圈 台北市商圈聯合會 在八年前極力的爭取 也感謝議會的支持 讓我們能夠在這個 爭取之下 也通過這個預算 那這個預算呢 也八年來一直執行著 那過去八年呢 曾經在各商圈 舉辦過嘉年華 那最後這幾年呢 底定了在花博商圈 一直以後就在這裡舉辦 大家為我們台北市商業處 跟我們秦桧議會 給我們一個熱烈的掌聲 好嗎 感謝 非常感謝 感謝這八年來 這個照顧我們台北市商圈的 所有的店家 我們台北市呢 有五十幾個商圈 在我們台北市商圈聯合會的組織裡 是我們的好夥伴 再多年來呢 我相信在議會裡面 請外助議員最清楚 我們所有的商圈理事長 出錢出力出時間 我們所有的店家 只要有組織 組織力強 我們的商圈呢 就越來越強 對不對 對 在過去兩年前的 兩年多的疫情 真的我們商圈非常非常的精心控 也很多店家 就從此呢還休息 然後這兩年來呢 疫情過後 我相信 在我們台北市政府商業處的 輔導還有幫助之下 還有議會跟我們通過的預算 我們大家都幫我們商圈活動 做得盡善盡美 做得各位商圈 生意興隆 業績長紅 好不好 好 好 那一年呢 在台北市的商圈 有將近一百場的活動 那我也相信 我們的理事長們 都非常認真 非常努力 那我也希望這一次 這第八屆的商圈加年華 越來越有主題 就是我們商業處 在一二十年來 對於我們的商圈 一種橋樑跟溝通 做得很到位 但是我們商圈呢 也是非常的團結 他們的凌聚力也很強 所以說這一次的中秋加年華 前置記者會 所以說我們的商圈 大家都能夠在這個地方 把我們的精神 把我們的力量鋪陳出來 這就是我們大家所希望得到的一個 我們跟政府之間的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管道 當然也希望這個星期六 禮拜天禮拜一 我們的一個活動 能夠平平安安 順利的來舉行 希望這個活動能夠帶給 我們每一個商圈 業績滿滿 此外活動現場還有挑戰遊戲 三米高巨型月亮造型 氣球布景 十二種手作DIY 即九月十五號限定的 一起秋嗨嗨 中秋饗宴 月光烤肉趴等精彩活動 搭乘指定任務 還有機會抽百萬毫力 配合台北市建成一百四十週年 商業處和九處商圈合作 辦理四場次商圈半日遊 導覽體驗遊程 也歡迎民眾踴躍參加 記者温宇峻 台北報導